我们的米歇尔总裁 我们非常知性优雅的米歇尔总裁 你看他 很多人我们早讲到米歇尔 都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他永远都是那么春风的 那么温暖的 像大姐般的 飘然而至 而且呢 就是虽然说他永远打扮得那么漂亮 那么优雅 但其实当我们跟他聊天 当我们了解他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他背后的那份坚毅 就像他跟我讲 我们可能在《钻石论坛》 也听到过他的故事 当时2014年 他决定做 就是全力以赴劫司的时候 他的孩子 两个孩子 小的才一岁 大的四岁 他呢又是一个尽心尽责的母亲 所以说他说 不愿意请阿姨 全部是亲力亲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用碎片的时间 当然这碎片的时间 肯定是非常非常的付出的 那么还在过去的这么几年间 带下来带出了一个20万人的团队 下面有八颗钻石 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是好期待 蔡琪米歇尔来给我们做一下 他成功钻石的这个故事 就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就想请您分享一下 您是如何利用这种碎片时间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就像刚才黄博士说的那样 我们就是很多人 什么人没有不需要resume 不需要简历 不需要考核 人人都可以进入这样一个平台 但是真正的区别 就是用时间说话 因为最后就是看 我们怎么样跟时间赛跑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面 管理里面胜出 所以有请米歇尔钻石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 非常感谢我们这么美丽的 这个蒂芙尼钻石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黄博士的分享 真的又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 确实是像蒂芙尼讲到的 就是说我们在做杰斯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忙 像我们是全职妈妈 那有的伙伴呢 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份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 确实是需要我们 在我们的平时的时间里面 挤出碎片的时间 那做这个全职妈妈 大家都知道了 24小时的妈妈 其实呢 连碎片时间都没有 那我们怎么样呢 其实挤出来的 就是我们平时的休息的时间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平平白白的成功 我们呢 要做的 要挤出来的时间 其实呢 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认知 这个事业的平台值不值得 那当时呢 我在 这个我的推荐人 真的是我的这个恩人 就是我的闺蜜 这个Flora 她在跟我分享杰斯的时候呢 真的是三顾茅庐 我现在真的都会觉得 对不起她 那当然了 更对不起自己 耽误了很长时间 才加盟到杰斯这个平台上来 才享受到这么完美的产品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自己这个身体受益 全家人的身体 因着杰斯而受益之后呢 那我就决定了 全力以赴的来经营杰斯 那我知道 自己在经营这个传统生意的时候 我一直知道 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 所以既然在我们认定了杰斯的时候 那就一定要全力以赴 所以呢 当时 蒂夫尼介绍了 我的小孩都很小 一岁和四岁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间是最 怎么讲 最占人的 说白话 是最占人的时间 一天24小时 晚上孩子要喝奶 要换药布 而且女儿晚上要醒来 真的是很辛苦 那其实呢 那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呢 回想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就是说我的时间怎么来 因为弗洛尔在加州 当时呢 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团队 在杰斯里也没有这么多成功的这个人士 那我们就是全部是靠自学 既然我们认定了这一个平台 我们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学习 首先用学习来武装自己 那当时呢 就是把两个孩子哄睡觉 白天忙完了 晚上呢 把两个孩子哄睡觉 当然了 一天很辛苦 那把他们哄睡了之后呢 自己可能也跟他们一起睡了 那不管是几点 那我一定 我的生物中就会把自己叫起来 有的时候是凌晨一点 有的时候是凌晨两点 一定会把自己叫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如果当做妈妈的都知道 当你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 那是全世界都太平的时间 世界和平 所以呢 那个时候才是我们最可以完完全全 静下心来去学习的时间 所以呢 每一天都会在那个时间醒来 然后每一天都可以一直学习到早上 等儿子叫儿子起床之前 就是早上的七八点钟 一直在晚上上夜班的在学习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大概坚持了一个多月吧 就是把公司的所有的 这个公司的背景 这个奖金制度 公司的产品 所有的全都把它学透彻 真的是其实非常的感恩 杰斯这个平台 其实真的很简单 我们做任何的工作 像我们做任何的生意 其实我们都要付出我们的时间 经历甚至我们的金钱 在杰斯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么多 所有的学习资料在网上 那现在更不用说 我们现在这么多的祖母 这么多的成功的这个领导人 已经涌现出来了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 每天都可以学习到 不同的这个知识和经验 因为很多的钻石领导人 都会把我们这么多年来 累积下来压缩的这些精华 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团队的伙伴 所以呢 在杰斯里边 我觉得我们只要是 我们的心在这里 我们的时间就在哪里 我们的成就就会在哪里 那到现在为止 像几年前我在杰斯大学的一个分享 真的主持人就说 直接的冲着我的泪点去提问 我想那次杰斯大学 如果有伙伴去的话 应该也有印象 因为好像是几乎所有的人 甚至有的男同胞都说 我们都在流眼泪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杰斯里边 如果我们要去获得成功 在杰斯我们就是要什么 要帮助团队的伙伴成功 对不对 我们的模式就是一种利他的模式 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伙伴 除了在线上 其实我们有很多线下的 这个培训辅导和线下的这些温度 其实呢也是我们需要做的 当然在杰斯里边 我们是上了蓝宝石之后 就开始跑市场 那上了这个钻石之后 我们可以说跑市场的频率更高了 那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不舍得 可以把孩子要把孩子放在家里边 然后呢自己真的是狠狠心扭头 还是拉着行李出门 那讲起这些呢 很多时候是会有些愧疚对于孩子 但是呢我们会想一下 虽然是我们可能是舍弃了一些 对孩子的陪伴 但是在杰斯里边的成就 我们在杰斯里边的付出 对孩子的影响 其实这是无限大的一种价值 对于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 是一个具有非常大 价值潜力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我们在 金莹杰斯的一段时间当中呢 我们我也去学会了 怎么样去更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 全力以赴的工作 全力以赴的玩 全力以赴的陪伴 那现在两个小孩子也长大了 一个现在是一个七岁 一个十岁 那他们两个人呢 也跟我跟随着杰斯 参加了全球超过十几个国家的 这个旅游 开拓了他们的眼界 增长了他们的知识 我觉得这是用多少金钱和陪伴呢 都换不来的 所以呢我觉得在杰斯里的付出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 Tiffany 真的亲爱的 你这样一讲哈 我的那一点都被打开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人 首先是作为一个母亲 我们每一面讲到我们的孩子 那同时我们的这份心 又牵挂孩子 又想有自己一份事业 又想成为他们榜样的时候 真的 我们要付出额外的努力 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生活 这的的确确是这样 所以Michelle的这个故事 再次让我们看到了 的确是天道酬情 没有任何事 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偷懒的 是吧 所以说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碎片时间 所以我们怎么样利用时间 挤出碎片时间 未来我们的结果就是不同的 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哈 亲爱的分享的太好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您的团队有20万人吗 我就知道 每次看到在活动 或者在哪里 你们总是造好多集体造 我跟你们团队都合了好多艺 是吧 那就是一家人相处的特别好 这个大家庭 那么我就在想 作为您是这个团队的领导人 怎么来维系这么美好的一个 大家庭的这个关系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好 谢谢啊 谢谢Tiffany 其实呢 很多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 我们的团队真的 我是非常的感恩 因为呢 我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幸运和有福气 因为我们的团队真的是相处的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是心所向 好 那利益呢 就会往一处始 好 那所有的我们团队的所有的优秀的领导人 和我们优秀的团队的伙伴 真的我觉得大家的心都是在一起的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也想跟大家就是说分享一下 这六年来哈 就说在杰斯里边的感悟 就是带团队呀 然后经营杰斯的一些感悟 其实呢 我觉得杰斯呢 其实就是在用心经营的一个事业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在线上参加我们Zoom会议的呢 可能有我们的新伙伴 可能也有我们的这个正在经营的伙伴 也有一些领导人 其实呢 对于一些新伙伴和我们的这个正在经营的伙伴来讲呢 我觉得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的心准备好了吗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呢 很多的时候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心梳理好了 我们才可以一路平坦 不会纠结 才可以阔步向前 那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新人加盟杰斯以后呢 就说刚开始的时候是信誓旦旦 那经过一段时间遭到冷水 遭到波折的时候呢 就会有所动摇 像现在前一段时间经过杰斯的 这个短暂的这个物流的问题 有很多经营者甚至我们有一些领导人都会在动摇 为什么这样呢 我觉得这些人呢 就是因为之前没有把自己的心梳理好 这就像刚刚提赋你讲的这个杰斯 就是在杰斯中谈生活 从生活中聊杰斯 那我们从生活的角度来讲 你选择一个事业 选择一个平台 其实真的就像嫁老公娶老婆一样 你在结婚之前考虑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那如果一旦你准备好了 你所有所有的在我们婚后 就是要去适应 要去改变 你没有改变 很难改变对方 你也很难去改变一个平台 改变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改变自己 那很多伙伴为什么在杰斯里边 很难成功 觉得困难重重 其实我跟大家讲 可能是我们的心 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拿出来 摊开我们的心 坦诚的在面对这件事 那拿我来讲 在五年前 我全职带孩子 除了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闺蜜之外 其实我的人脉 其实已经完完全全的断了联系 可以说是没有人脉的 但是呢 当我这个决定 要去做杰斯的时候 那我就一定要卖出去 不断的扩大自己的人脉 我们都知道 我们自己的熟悉圈 一共才有多少人 那是少之又少 如果我们想从杰斯里边 获得成就 达到钻石 那一定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人脉权 那而且呢 我又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和陌生人去打招呼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既然我们选定了杰斯是一个好的平台 我们下定决心呢 要经营杰斯的时候 那就要努力的改变和提升自己了 那现在呢 可以说是也提升了自己 很大的这个聊天的技能 可以说和陌生人聊天 主动去打招呼 这是原来我坚决不会做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呢 为了做杰斯 我们可以去做 可是呢 当我们去做了之后 我们才觉得哇真的是 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很多优秀的陌生人 你如果不去主动的上前和他们去聊天 去发解你身边的人脉的话 你永远不会和这些优秀的人去结缘 所以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改变自己 努力的去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 当然有不是很容易 但是自己一定要努力做到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很 就是昨天是前天的事情 因为我的大姑姐在我家住 她现在可能也在线上 在听 我就举她的一个例子 那前两天呢 我就在楼下 不经意的听到她的一个朋友 给她来电话 他们就在聊天 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的时候 大家的聊天内容是什么 无外乎就说 哎呀你们在干什么呢 哎呀还能干什么 都是在家里吧 大家现在哪也不能去 也不能上班 所有的人都在家里边呢 没事干呢 我大姑姐就这样子跟他们去聊天 那她聊完天之后呢 我就去问她 因为她也很想做解司 但是呢一直说 哎呀怎么做呀 我不会做呀 怎么做呀 那我一直我就是在跟她聊 那那天正好 我听到了她讲的这通电话 那之后我就跟她讲 我说刚刚是谁给你打的电话呀 她说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说你看 你又错过了一个机会 她说什么机会 我说分享解司的机会呀 她说我怎么分享啊 我不知道从何开始啊 我说你看 她在问你做什么 你也可以回答 对呀现在大家都是在家里边 都没事干 有工不能付 但是呢 我身边的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的状态 但是呢 我只看到 现在我只看到米什奥一个人 她现在好忙 她比平时还要忙 那你只说这一句话 我敢保证对方 百分之百的会回问你 米什奥在做什么 对吗 当他问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有一个机会 去跟他去分享解司了呢 对吗 你会把解司的优势 把米什奥现在在做什么 米什奥现在在解司努力几年 获得的成就 你就可以一股脑的讲给他了 因为不是你主动跟他讲的 是他问你的 是不是更容易接受 所以呢 很多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讲出来 不管他接受不接受 他也许会 我也想了解一下 也许他可能 不了了之 可能也就不感兴趣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结果 只要是我们讲了 我们就有可能多出百分之五的 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 对吧 如果我们今天不讲 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任何的机会 再去跟他去分享解司 你再去分享解司 就会觉得很生硬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说生活解司化 解司生活化 只有我们无时无刻的 把解司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边 无时无刻的都在时刻的准备着 那解司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分享 所以呢 这是我觉得新人和现在 就是说不知道从何 谈起的这些新人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用心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再有一个 当我们已经有了合作伙伴 有了一个小团队 来在加盟我们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心就是责任心 就是比较重要了 当我们对我们的团队伙伴 有多少爱心 有多少耐心的时候 才会有更多的伙伴和团队 来追寻我们 那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说 不是说我们有了团队 我们才去付出 这些时候呢 我们就是想反了 其实是因为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付出了 我们才有伙伴和这个团队 来跟随我们 那这个责任感呢 还体现在另外的一个方面 就像刚刚这个黄博士分享的 为什么当时他这么拒绝熊猫姐姐来分享杰斯 因为在我们大多数人里 人的心目里边呢 就说哎呀 这种模式很多的时候都是身边的人 他们跳了这个平台再跳那个平台 就是我们说白了 就是直销的跳蚤 这个不好听了 就是直销的跳蚤 而且呢 哪一个平台也没有获得成功 今天卖你这个产品 明天跟你分享那个产品 每一个他去分享的产品 都把它讲成 讲得天花乱坠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 我们每一天每一次 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自然而然 就不会再有任何的人跟随我们 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 我们自己的credit 就是我们自己的信用 那现在很多时候也是 我们现在特别疫情期间 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平台 雨后春笋一样的浮现出来 在杰斯有了这个物流 稍微有一点点暂时的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领导人就觉得 哎呀杰斯不能干了 杰斯怎么怎么样子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 你的不坚定 其实呢 是可以给我们团队带来一个毁灭性的 一个怎么讲的 会这个这个这个 副作用的 那很多的这个伙伴 我知道他们跳到了其他的平台上去了 然后呢 还回来干嘛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zoom 可能都会有其他团队 就是怎么讲 就从我们杰斯跳出去的人 他们又回来我们的这个zoom里边 干嘛呢 可能是为了嫁更多的人 来挖更多的墙角 其实呢 这些的人的这个这个责任心呢 其实是就说怎么讲呢 就是丧尽了 这就像再拿婚姻来做比较 那很多的时候 虽然是我们婚前已经考虑好了 哎呀我要嫁这个人 我要娶这个人 但是婚后的很多 不经意的一些变化 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变故呢 可能就会让两个人的心呢 就说发生变化 那我们说有很多人离了婚 那你离了婚之后呢 也可以我们相互祝福 你可以去到另外的一个平台 我祝你成功 但是有一些伙伴在回来的时候呢 就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像是你已经离了婚了 你又回来我这个家里边 你在这个家里边 你又会偷偷的拿走一些东西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我就觉得就好像离了婚的 你又回来找我要钱 你又回来在我家里 偷偷的把我家里的东西偷走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领导人真的是要有一份责任心的 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平台 这个责任和人品是要留给自己的 因为这是我们一生的财富 是我们一生的人品和人格的保障 那另外的一个心呢 其实呢 我就是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一个感恩的心 其实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经常在听到感恩感恩 在我没有经营杰斯之前 我觉得这两个字好虚伪啊 为什么你们总说感恩感恩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在我加盟杰斯之后 特别是在跟随着这个团队一同成长 跟随着杰斯一同成长之后 我真的我觉得这个感恩这两个字的重量 真的太大了 就像刚刚我们的片头 放的这个我们的慈善之旅的这个录像 我就觉得每一次看 真的我都会 可以说是 怎么讲呢 可以说是这个 眼泪不停的往下流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这家公司打动我的 让我走进杰斯的可以说是产品 那真正感动我的就是这一对夫妇 我觉得一个大爱的公司 它才可以是走得长远的一个保障 没有爱可以永永远远的维系所有的关系 那所以说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 第一个真的是要感恩杰斯这家大爱的公司 它不但在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成长 不但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财富 是我们这一生都没有想象过的财富 而且呢 在这个平台上 它真正的是让我们做到了身心灵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也和公司的创办人 一起做过了太多的这个慈善的事业 像前几天我听到创办人他们的分享 在杰斯现在就是说在全球这个疫情的影响下 很多的公司的经济上都受到了很大的重创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杰斯的公司的老板他们在做了什么 他们在无私的在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 在杰斯成立的这个十年当中呢 公司已经是做了将超过一千多万美金的这个慈善的捐款 哪有一家公司是这样子 就在疫情的情况下 还在无私的在捐助 再有一个在疫情的情况下 公司史无前列的给我们多次的这个优惠政策 产品的优惠 真正的让我们的伙伴彻彻底底的这个受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优惠的这个政策 一块钱美金入会 什么这个创始会员股东套餐 还有各种各样的鼓励我们晋升就拿奖金的这些活动 真的是非常感恩杰斯的公司 它是让我们只要是踮踮脚尖就可以购到成功的一家 真的是没有任何门槛的一家公司 所以这样大爱的平台 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先进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平台 我们不跟随还能跟随什么样的公司呢 对不对 然后呢在团队里边 刚才提夫你讲了我们团队里边真正的这个上上下下的伙伴 真的都像一家人一样 特别是像我们几位这个钻石 我们真的像一家人 我们像现在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彼此见不了面 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 我们自己的团队也有一个Zoom的培训 每一次Zoom培训之后 我们几个人都会重新再上Zoom 在一起大家聊聊天 来总结一下今天的Zoom的这个优点缺点 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开心了 还可以在Zoom上碰杯喝点红酒 真的就像一家人的这种关系 为什么呢 其实像我们团队的这个分享来讲 很多的这个领导人的分享 真的都是非常感恩自己的推荐人 每一次都是大家注意一下 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感恩 我们自己的推荐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时候 没有我们的推荐人就没有我们 是他们跟我们分享了杰斯 我们才有这样的福报 可以享受到杰斯的产品 改善我们的身体 改善我们的这个生命 有很多伙伴呢 其实就说有很多的抱怨 我也听到过很多 这个抱怨上面的推荐人 哎呀不给我下边放人 不帮助我的团队 我上面推荐人都不做 这个我都没法做 如果我推荐人做 我现在就会什么什么级别错 杰斯不是你推荐人的事业 你只要感恩你的推荐人 给你分享了杰斯就好了 他是你一辈子的恩人 再拿我们的生活来比较 我们的推荐人就像我们的红娘 就像我们婚姻里面的介绍人 你去感恩他就好了 至于你之后 你们的婚姻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 你不能去找红娘吧 因为红娘不能永永远远 管你一辈子 对不对 只要你想往好的方向发展 这个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的 靠我们自己去发掘的 靠我们自己去学习的 所以呢 对上边的推荐人 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个感恩的心态 那对于我们的团队伙伴 那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没有团队伙伴的 对我们的无条件的相信和支持 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成就 对不对 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千军万马 所以呢 对上感恩 对下感恩 这是我们在杰斯里边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 我相信如果我们在经营杰斯当初和经营杰斯之中 我们初心不改 我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的话 我相信在杰斯里边一定会成功 谢谢 明秀分享的太好了 真的是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杰斯论坛 生活论坛 你就举了这么多的例子 从生活上 真的大到至简的融会贯通的打这些比喻 让我们更加了解到 确实杰斯就是让我们在生活 让我们在杰斯里面也误生活 生活里面也去误杰斯 就是杰斯生活化 生活杰斯化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样 梳理好你的心 人生任何时候都要不停地去梳理你的心 你的责任心你的爱心你的耐心还有感恩的心 所以哎呀太有收获了 我们都要向你笑学习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你们团队的文化非常棒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都是大家庭 真的是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是吧 非常非常感恩你今天的分享 大家伙伴们都非常的喜欢 特别的棒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